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们今天的年代向前看 网路读播特别版 特别邀请我们最近的新来宾 产经新闻台北支剧长 石板明副先生 一方面台湾666罢韩过关 一方面今年的疫情 乃至于全球的美中的关系 国际政治的关系 有了决然的变化 那我们有很多这个 石板明副先生的观众跟粉丝 也对于他对于未来的观察 这个见解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我们今天特别在网路读播版 专访石板明副 石板明副号 好 大家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你呢 我记得你跟我录影的时候讲过 你是今年产经新闻派驻来台湾 那刚好疫情就爆炸了 那没想到又见证了台湾666 这个周末罢韩 你怎么看罢韩 罢韩的话呢 就是说我去高雄去采访 而且呢就是说接触很多罢韩人士 当时当天晚上高雄的样子 我也就一直在近距离观察 那么后来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说台湾的媒体 当然爆得很大了 台湾的媒体和外国的媒体 爆的角度还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是我产经新闻第二天在产经新闻头版写出来的 这个是产经新闻的6月7号的头版 对 就是说高雄的亲中派的市长 就是被解职了 那么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对中的感情恶化 情感恶化引起了这种解职运动 罢免运动 那么后来呢我看到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写的更明显了 就是台湾选民把亲中的市长丢出个办公室 就是用这种方式呢 等于说在全世界的角度 其实就是看他因为亲中 因为有没有市长落跑啊 或者是他行政能力怎么样啊 说话算不算数 这些对外国媒体都不看都不重要 外国媒体只看到他亲中这一点 由于现在台湾和美国和中国对立 台湾属于美国队 然后台湾有一个亲中的市长 台湾的市民就把他轰出去 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对 然后呢就是说呢 我觉得这个 所以你就感受到这中间差异很大 对 差异很大 台湾的媒体第一个都会说他没有信用 对 第二个就会说他乱开一堆政治支票 跟政治作为 所以他不升任 对 台湾的媒体或者很多台湾的选民 是用一个市长的这一个规格 来检验他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规格 对 可是全世界有很多国际媒体 包含厂经新闻 包含华尔街日报 包含博尔街日报 他们看的角度都是台湾人要踢出一个亲中市长 而且他们看到的都是他非常鲜明的亲中的标签 对 所以这里头有很大差异 很大差异 所以说我们其实呢 我们观察韩国瑜就是 后来还有很多人提到国民党 因为注意一个细节是国民党昨六号月七号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虽然去了高雄 但是没有和韩国瑜同台 就是表示双方有很明显的距离 那么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来我的观察就是国民党这几年的国民党 已经不是真正的国民党 就是一个被鬼上身的 就是说被别人附体的一个国民党 就是说你想国民党呢 是一个百年政党 百年政党 任何一个百年政党 中国共产党也是 日本的自民党也是 有长期历史的政党 都有自己培养自己接班人的体制嘛 他这个政党才能长期下去 那么国民党这么多年 他一直培养接班人体制 一直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现在这一代真正应该接班的 应该是朱立伦的周西伟 这一代国民党的本土精英嘛 自己培养出来的人物嘛 他们的学历也完整 精力也完整 那么突然之间呢 两年前出现了一个 在国民党里面 没有任何的经历 十几年消失的一个人物 等于国民党一个小人物 根本不是国民党 培养出来的接班人 他出来要选总统 然后呢又出来一个 多少年大家都认为是商人 没想到他原来也是 从政的一个人物 郭台铭 对 这两个变成了主角 然后国民党自己的精英人物 自己培养出来的接班人 都消失了 他们根本竞争不是说 他们也举手表示要参选 然后都在最早早的时期就出局了 那么就是说 其实呢 他已经被鬼上身了 就是已经他们自己 在你眼里这个算被鬼上身 他们自己已经操纵不了自己的行为了 对 有道理 就是我们先不要用政党来理解 我们就算是一个企业 百年企业 他会存续一百年 他一定有很多世代 而且他一定不同世代 交替不同世代 他才能够存续这么长 而且照理来讲 这个中国人喜欢多指多孙多福气 所以他下面的世代应该是这个开支散烈 对 那可是怎么会整个世代通通都没有了 然后冒一个韩国瑜 冒一个郭台铭 对对对 然后其他人都垮了 对 按理说不是根红苗正的 不是国民党自己培养起来的接班人 然后突然就出现了 然后呢 很奇怪就是说 比如说去年的名单 有一个吴思怀 就很大争议的嘛 民进党就下架吴思怀嘛 任何人有常识的人知道 把它放在名单里 绝对是票房毒药嘛 对 但是说还不得不放 对 这就是说你鬼上身嘛 自己自己明天不想做 就把它放进去了 这就是已经完全被操控住了 他的手脚被操控住了 所以说国民党就突然之间 从一个最反共的政党 变成一个最亲共的政党 可是在你的定义里头 你刚刚用被鬼上身 那你的意思是说 后面有这个操控的 这个鬼影重重 那国民党变成只是 前台的玩偶跟傀儡 对 要做什么 国民党的意志 已经完全被别人控制了 那么也就是 韩国瑜就是这个代表人物嘛 那么也就是说呢 换句话说呢 北京用了巨大的资源 他们附体到了国民党上面 操纵国民党 培养出来一些红色代理人 对 然后呢 让他们来参选 这个来争取 获得台湾的政治资源 然后借客上市嘛 对 然后就是操纵 然后这种方式呢 在九合一的选举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他们想复制这种方式 但是说呢 局势巨变 那么 就是说 中美的冲突和台湾的 去年的反渗透法 一连串的民进党的攻势之下 让这种鬼上市的方式 突然间失效了 失效了以后呢 那么就是说 用那么巨大的票刹 把它拒绝掉了 就是说明 这种方式已经不行了 对 不行了 那么呢 江启臣呢 跑去呢 他也知道 我要跟他切割 我们要回 张启臣是自己 比国民党培养出来的 接班人的接班时代嘛 所以说 所以说呢 我觉得 这个那个 他们两个 同时 张启臣是因为这件事去的 竟然不跟韩国瑜同台 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意义 那么今后 国民党会怎么办 会不会切割 韩国瑜会不会 他让他的红色带给人的身份 将后 今后还会继续 那么他今后会不会 北上拿到国民党的 这个市长 这个国民党主席 这也都是怎么说 大家还要注意的 就是说今后怎么发展 这是一个很明显 但是一个明显的事情 可以说就是说 中国的对台湾 这红色带给人的方式 彻底破产了 好 你的观察是 韩国瑜被罢免 是中国的红色代理 尤其是政治代理的模式 彻底破产 可是你看 2018年的九合一 在台湾的选举 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且他快很准 他造神 造韩国瑜非常快 我当时也是经营制作这个节目 那个时间点 韩国瑜在八月份 民调还没有起色 然后还没有知名度 可是八月中夏之后 南台湾淹水 淹水之后产生很大的民怨 民怨的过程当中 开始有一波 来自台湾 红色媒体的力量 或者还有网路上有一堆 莫名其妙的力量 他亲近红色的力量 然后他们就立刻在网路上 拱出了韩流 所以韩流真正的崛起 是2018年的九月份 所以他很像黑马 就他九月份崛起之后 他十一月份就胜选了 所以那是非常短暂 而且非常快速的 有别于传统政治 有的时候我们 在选举一个地方首长的时候 他可能扎根一个地方很多年 那所以他创造了 韩流的神奇跟神话 那那个神奇跟神话 在你看来是 红色代理模式的最巅峰吗 至少我认为是一个 他非常在台湾 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 因为那个时候 反渗透法 大家还没有这个意识 另外一个天时地利盈 和各种条件 非常凑巧的情况之下 那么突然之间 他就成功了 但是说呢 这个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所以说后来他想 在去年 今年年初总统总统选举 也同样想复制 就失败掉了 然后他同样一招 再用第三次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效果了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中共是一个失败 对国民党呢 今后是一个 怎么说呢 要往左走往右走 是一个重大抉择的时期 那么还有一个 我认为呢 不光是对国民党是很大 这个对蔡英文政权 对民进党政权 这个6月6号和6月7号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 那么其实呢 6月6号是巴韩成功 6月7号就是解禁嘛 对 解禁以后 就是基本上台湾的疫情 就是告一断落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 蔡英文政权的两大提款机 韩国瑜和陈世忠就消失了 消失了 对 那么从此以后呢 真正的这个蔡英文 又会怎么做 最大的难题就出现了 就蔡英文政府的政绩的表现 他会被这个社会检验 对 然后他的人气 他的支持度 你的观察 也有可能要接受考验 对 那么我现在想介绍一下 我最近的台湾 在日本媒体写的 连续几篇的 这个是就是说 抗议向台湾学习的 一个连载 这第一篇连载呢 我写的是就是说 庄银青议事 这个是1月12日去武汉 去武汉 现地考察 发现武汉疫情 回报台湾 让台湾做成一个超前部署的 最大的功劳者 对 然后呢 就是我采访很多细节 确实是 庄医师说呢 并不是非常偶然去的 而是SARS之后 台湾一直提高警惕 一直收集信息 有风吹草动 我们就派人过去 这次只是偶然中发 不是偶然去的 而是每次在规定 动作之中发现的 就说每次大陆传出 一堆风吹草动 台湾就提高警戒 这一次也是一样 确实 所以你去采访他 庄仁青医师 他是1月初就过去了 1月12日 对 1月12日 选举的第二天 哦 对 因为那个时候全台湾 我都还在录影吧 全台湾都在疯狂选举 没有人在注意肺炎 所以他们这些专业人士 就开始注意到 他们是说 他们注意 他们不但是分析到 就中国的报道 报道很小武汉肺炎 对 但是他们观察 中国的SNS 中国的网上 各种评论 包括李文亮医生的稿子 他们认为 这是已经很重要的 对 所以在1月6号 就要求武汉市 我们要去考察 希望你们合作 1月11号告诉他们 可以来 1月12号他就飞过去了 对 所以即使在选举 那么狂热期间 他们也很冷静 对 然后到了北京 到了武汉之后呢 武汉给他举行一个说明会 对 然后他作为专业人士 发现对方给他说明会的 当时只有42个患者 武汉他们发表的 没有表 就是说一定 没有整理资料 他们一定要图表 因为当时武汉已经 向上面报告 10天没有新的患者了 但是实际上是假的 那他们如果给他们看表 他们一看这表就是假的 因为不可能 那个表不自然嘛 对 所以说不给他们看表 只是告诉你 然后到医院 一看他们一看 这是异计防备 是有隔离的 认为一定有人传人 对 所以回去 这是最早的 所以这个超前部署 这篇文章写完以后 在日本的网上 有巨大的反响 因为当时日本人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对 所以说 你不要说日本人 我是台湾人 我当时也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跟你讨论 你采访的 庄仁清医师 是今年 他是今年1月12号 第一个进到武汉的 台湾的专业的医师 对 两个一起去的 好 那我节目经常采访的 这个李秉颖医师 他们是1月5号 对 就今年的1月5号 他跟CDC的庄仁祥 对 当时陈时中还没有出来 做指挥中心的 总指挥 他们就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告诉台湾各界说要小心 武汉好像有一个怪怪的病 对 就是 但是当时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一切细节 还没有那么精确 那他们开始开第一次的公开对外的记者会 不是现在这么多成员 对 然后他们就提醒CDC 台湾的疾管 因为庄仁祥是CDC的主要的主管之一 就是要开始对于班机边境跟往来提高警觉 所以事实上等于台湾一方面在选举在政治狂热 可是有一群医生 他们非常认真的专注的 在追踪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公卫的议题跟发展 跟这个疾病 对 所以说 这个就是说 所以台湾成功是经过平常的努力 很多的专业人士在非常提高警惕的保护着台湾 所以才有一次成功 所以我这篇报道 在日本反向很大 日本人都说要学习台湾 好 日本人觉得要学习台湾 就是说要有很多专业的人 在他的第一线的岗位来做一个守护跟专业的把关 对 那么第二篇文章是 就是奇美医院 奇美医院是收治这个武汉肺炎的一个专业 指定医院 他不但做了很多 就是说医疗方面的事情 对所有医护人员 他们心理的这个注意 这个再见 帮助他们心理医疗 包括患者 他们做很多很多工作 比如说他们所有的人 先拍个十一个短片 两分钟短片 把这个病毒的所有详细 让所有的员工都看得很仔细 然后呢 把旁边这些 这些照顾患者的医生 他们有可能也害怕自己被传染嘛 所以在旁边的一个宾馆 租下来 让他们可以不回家 跟家属结束 让他们完全放心 可以帮他们租一个宾馆 住在旁边的饭店 对 帮饭店里边 像这些事情 然后呢 比如说 他们的患者 每个患者天天见到 都是穿着像太空人一样 防护服的衣食嘛 对 那患者会很孤独感 然后他们晚上会用暗影 把自己两个患者对话 患者比如说过生日 生日晚会 做很多很多这些细节 这些细节现在 包括日本 包括全世界 大家根本想不到嘛 大家每天都快 医疗崩溃了嘛 所以台湾能做得这么细 这其实也是 2003年时候 SARS的经验 他们也是 照顾到很细 对 所以说他们 比如说 所有的进入隔离病房的医生 护士 都是必须自己志愿的 不能说 做很多很多心理工作 帮助患者 做很多这些细节 我正写了一篇 这个也是 在日本从来 大家还没有想到那些 因为现在日本 天天的 怎么治病 怎么患者 怎么让医疗志观 能够保住呼吸器的问题的时候 台湾做得比日本 要先进好几步 所以这篇文章 我认为也是 就是让日本 想台湾学习的方法 所以这篇文章 在日本也得到 很高的回想跟讨论 再来 第三个是口罩的国家队 或者采访 南六企业的 这个黄青山 会用东西 他们 就是这也是非常早 一月的时候 政府就跟他说 能不能做口罩 然后 那么早 进了口罩机之后呢 最担心的是 没有原料嘛 对 他们南六企业 是所有的 台湾最大的原料工程商嘛 然后就让他上电视 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绝对 这个提供 提供大家尽可能 充足的原料跟口罩 然后他呢 当时呢 口罩原料其实也不够 但是他把 比如他们做的面膜的 做的湿纸巾的 做的纸尿布的 都调度来用 对 那个成本都比 都比那个口罩高 都调度来用 然后保障 然后他们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 他们的 不管是他们 所有的口罩的机枪 都有国军的士兵 去帮忙 对 这是真的 对 这个是日本没有想到 日本到现在为止 还在生产口罩 能把军队用 这个也完全超前部署 这个我可以补充 他经济部 一方面是整合了 很多叶子 一方面是有几条产线 是中华民国经济部 用国家预算去开的 对 可是你开了产线 你要有人做啊 对 就是生产线上要有人啊 那你突然产能 你就算机器够了 你的人也不够 对 所以他们调度国军去做 对 那当然口罩不是非常 口罩不是半导体啊 对 口罩不是那么高精密技术 所以调度国军在台湾现有的 已经有经验的人去做 然后国军再增加他低线的人力上 那他就可以补足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产能 是快速的增加 就是我刚刚补充的 不仅仅是机器跟原料要到 也要有人做 对 口罩国家对 我知道有一些业者 在二月跟三月 口罩最吃紧的时候 他们六日 都是不休假的 就是一直做一直做 尽可能的增加快速的产能 他们就是这个黄会长说 他们是 机器24小时的休息 人是12个小时一换班 对 然后都过年春节都没有休息 对 是每天发五倍的工资 但是大家 但是在2月17号的时候 蔡英文去他们工厂 去试查 然后大家 虽然非常辛苦 但是由总统 来鼓舞士气的话 大家一下觉得 在自己为台湾做贡献 一下的士气都要高涨 对 所以说到这个为止 都是非常完美的 这个 发展 发展 在日本完全想不到的时候 这个日本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 但日本还在 每天的口罩 还在被中国留学生买完 往中国国内寄的时候 日本在这个时候 还没有控管口罩 然后很多日本人 抱怨买不到 然后可能 比方说便利店 或者药妆店 一上架 就被旅客 就被留学生 都买光了 所以真正日本本地人 有很多人买不到口罩 可是台湾在这个时候 已经控管口罩了 最严谨的时候 都是限量工的 即便现在有 实名字的工的量 也不是百分百的 无上限的 所以说口罩 台湾能够防疫成功 因为大家都有口罩 因为政府可以说 我们上电车去餐厅 去公共场合 必须戴口罩 但日本政府做不到 为什么 大家都买不到口罩 日本政府 让大家都戴口罩的话 大家就说 我们哪里去买 所以说这个时候 台湾这口罩供应 也是防疫成功的 非常关键的一个措施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职棒 那么台湾的职棒 是4月12号开幕的 那决定开幕 是再早一点 当时台湾 还是每天都有 确诊人数发生的 这个时候 全世界 大家能拖就拖 大家都不愿意 承造风险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说 在大家每天都被隔离 每天在家里 出不去的时候 能够让大家 鼓舞大家的一个 比较体育运动 是鼓舞大家 所以当日本的 棒球和政府 一起商量的话 就是承担一定的风险 然后把它打开 然后这个 对台湾的 提高台湾的知名度 然后全世界 一场比赛网上 全世界有上百万人在看 对对对 我看到有很多 美国的政治人物 或者知名人物 都转台湾的职棒的推特 因为全世界 还在打球的 每几个人 职业运动 只有台湾的职棒 所以鼓舞了全世界 所以这个职棒 这也是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成功 所以说 我这写的第四篇 我每一篇在日本的 在读者的反应 在网上都得到了 非常大的反响 但是说 我写第五篇的时候 本来想好了 但是看半天 最后写不下去了 第五篇本来要写什么 本来想写写纾困 纾困 就是台湾要发现金 发纾困券 结果后来发现 纾困的台湾 一个是发的时机 最晚 在周围的国家 比起来 时间 钱是最少的 对 方式最复杂的 对 你为了领2000块 还要成本 对不对 现在要拿1000块钱 去成本 很多人到现在 还不明白 到底去哪里领 怎么领 这1000块钱 怎么换 这种情况之下 像周围的国家 日本的话是10万日元 大概28000台币 那么美国是1200美元 那么基本上 韩国 新加坡 英国 法国 基本上都比台湾 要多一个零 都比台湾的10倍以上 而且都更早就发了 更早就发了 那么就是说 我本来是写读者反应很好 我本来想下 但突然间发现 这个不用学 好像 这个介绍经验 这个没有了不起 对 这个介绍经验的话 读者一定问 这个好像是 做的并不是 不管是数字 还是时机 还是发的方式 都好像不是很高明的样子 对 那么也就是说呢 就是说 我现在很担心的 就是说 台湾呢 比如说 整个这次抗议 是一个 跑接力的话 第一棒 是抗议 好 台湾走得非常完美 跑得绝对是第一 没有任何 但是现在开始 跑第二棒 就开始挂了 就开始开始 有点奇怪了 好 我们来定义一下 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 对 陈时中 他作为 就是说 一个防疫的指挥官 他确实是 整体的表现 可圈可点 所以很大一部分 过去几个月 陈时中 是前台的领袖 可是刚刚 你特别提到了 你采访了 庄银青医师 对 就是说 我自己有很深的感受 特别是我在台湾 我自己知道 台湾几十年来 到今天为止 大学联考第一名 第一志愿 都是台大医科 台大医学系 所以台湾的医生 确实是一批 台湾的精英 而且是几个世代的精英 就像你刚刚说 国民党百年政党 应该有一个世代 一个世代的累积 台湾的医生的 这一些精英 造就了一个 很好的医疗 跟医护体系 那陈时中 他是一个 前台的总指挥 可是他所有分工的 每一个环节 经常跟我们 录影的李秉颖医师 这一类 他们都非常优秀 非常杰出 非常专业 而且他们都 非常的投入 对于专业上 可以照顾大家服务 所以我认为 这一个成功 他是整个台湾的 长期几十年的 结构的成功 就是有一批精英 他从大学联考那时候 他就念了医学系了 后来他在医院服务 后来他一生专注 投入他的专业 不管是庄医师 陈医师 李医师都一样 所以那一批专业精英 他们展现出 世界级的水准 所以他们帮台湾的 专业的公共卫生 做了这么好的照顾 好这是一个 再来经济部这一次 在台湾是反应很快 那台湾运气好的地方 有工具机 也还有一些 内部的制造业 所以刚刚你提到的 口罩国家队 他可以快速的处理 但是在往后 其他的面向 比如说民进党 有一个很先天的 DNA的残缺 他们财经人才非常缺 财经政策非常缺 纾困是一个财经政策 对 纾困其实跟防疫一样 对 跟口罩一样 对 口罩你第一时间就要给 纾困你要输 你就要第一时间给 你三个月后都断气没命了 你都关了多少电了 对 那可是民进党在经济政策 纾困政策上 这些都是薄弱的 对 所以你刚刚说 你觉得蔡英文有两个提款机 一个是韩国瑜 一个是陈时中 对 但是这两个提款机如果走掉 蔡英文就要回归基本面 对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台湾现在面临的 就是这么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我作为记者 我采访过很多的这个灾区 比如说四川地震 四川地震 我在那里去住个一个多月 那么就是 包括日本国内也有地震 泥石流各种灾区 我们都去现场 就是现场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刚开始第一个星期 所有人都是感谢 因为他们自己活下来了 而且你给他一杯水 给他一个茅采 他就感谢的觉得你很救命恩人一样 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 就开始骂人 对不对 我们天天吃一样的便当 我们怎么吃得下去 我们这个自己住的地方太小 自己住的地方没有电风扇 太热 就各种各样抱怨都起来了 这个时候也有不平均的问题 就出来了 对 所以说其实呢 这个纾困 第二步 这个是 就是跟再去一样嘛 大家一开始我们 台湾防疫成功 我们都没得病 好幸运 然后第二步就是 我们生活 现在出现问题了 所以这种纾困的 就是说一定的 就是说 就是大家平常 为什么要存钱呢 存钱就是为了 一旦家里有事的时候 拿出来用 对 那么其实这种天灾 就是要拿出来用的时候 对 这种时候一定的要快 另外一个机缸要大 对不对 要将来再怎么挣回来 是太考虑将来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 不能犹犹豫豫的 也不能弄得太复杂 那这个时候呢 台湾好像已经 有点陷入这种 越 他越想平均或越不平均 每个人都会想到 应该 然后每个人都出一个主意 其实这主意仔细分成 都是对他自己有利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大计量的 然后要迅速的 这个是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那很明显的 就是说 很多地方 其实呢台湾 我觉得已经有的地方 就是说太为了保证 每天这个零的数字的时候呢 做的太 比如说我昨天 爸寒在高雄的 住的饭店 第二天早上我要吃早餐 吃早餐 我到二楼去了以后呢 6月7日了 已经解禁了 然后呢 他说你进餐厅要戴口罩 然后我说我在房间 他说你拿回去拿 就没有口罩 不让你进餐厅 可是你进餐厅吃东西呢 你还是脱口罩 我去吃东西啊 所以说只要 但是进门一定要口罩 我说今天 已经6月7号了 他说没有关系 所以说台湾 这个月7号解禁 所有日本媒体 很困惑的就是 不知道到底解禁了什么 写不出来 好像跟以前没有变化嘛 对 那么其实某种意义 比如说进餐厅戴口罩 只进门那瞬间戴口罩 已经形式主义了嘛 对 你吃东西 不可能戴口罩啦 对啊对啊 所以说很多地方 还是在保持一个形式主义的 但是很多地方呢 比如说现在天母的 日本人学校 有美国人学校嘛 这些学校的老师还来不了啊 哦 好 日本人学校是4月份开学 但是台湾就是只是 最开始吧 工程师外交官可以进来 剩下别的职业的人 你就是我愿意隔离14天 也不可以 真的哦 对 我们现在边境管制 还严格到这样 对 只有工程师 关于IT的工程师 电子业的工程师 和这个外交官可以 外交官 别的 对 我们记者 很多记者都没有进来啊 对啊 他们说 后来问政府 政府说记者 然后要排到最后 记者还有 但是说像老师 日本学校老师 4月份开学 今天已经6月了 他们说愿意隔离14天 也不可以 那么也就是说 比如最近 那个台湾 很多媒体在报道 抱怨说 日本第一批 解禁的国家 四个国家里面 不包括台湾 对 台湾觉得很受伤啊 我们防疫做得这么好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进来 这个其实说 是不是又是中国的影响 这个中国一点关系没有 这个我采访过 日本现在的WHO 不仅仅是日本安倍首相 在国会上多次提出让台湾参加WHO 连日本共产党都说了 都赞成 支持台湾 都赞成 所以说日本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 是姊妹的关系那么多年 他也说我们要支持 所以说日本全是在防疫这个问题上 绝对没有卡台湾的 但是说日本说的就是说 我们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 一定要互相互动了嘛 就是说你可以随便来我们家 我不可以去你们家的话 这叫不平等条约啊 对对 任何一个政府 这不同不平等也是签不下去的 安倍现在已经如果签下去的话 日本国民绝对放不过他嘛 在野党也说 一用骂他 一用骂他 所以说台湾如果这样的话 日本第一批是四个国家 第一阵 那如果台湾这样下去 第二阵第三阵阵永远没有台湾啊 因为台湾我不开放嘛 对 不开放就没办法相互嘛 就是说所以说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 需要一个大胆的转换 思想转换的世界了 所以蔡英文虽然 这个疫情的第一阶段 对 就像大队接力第一棒 对 成绩非常好 但是第二棒开始落后了 开始落后应该想想办法 但是说还好 第二棒刚刚开始跑嘛 还可以调整 对对对 还有很多国家还在跑第一棒 所以这个时候还可以调整 但是如果不及时调整的话 马上潮水退下之后 这个等于说这次是 等于说每次总统选举到 他的跟选民跟新总统的蜜月期 都是很短的 都是一两个月 这次竟然四五个月都持续下来了 这个其实就是有疫情的关系 还有韩国瑜的关系 对 那么但是说这个蜜月期也快过了 过个蜜月期大家开始要你的 真菜实学 你要你的成绩了 所以说现在还还得及 要及时出手 好那我再给你讨论一个问题 这个疫情事实上上个礼拜五 美国公布了就业数据 也比预期的好 所以美国股市其实 科技股的部分几乎是创了新高了 那道琼也接近前一波的历史新高 台湾也是 台湾今天股票大涨 台湾今天的股票快要去挑战 先前的历史新高了 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疫情过后 为什么刚刚讲纾困很多人抱怨 他更M型化了 就是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 然后那个富者的富 他已经复原了 可是那个穷者比方他失业 比方他关了店 比方他要破产 那个是要很长一段的人生岁月去调整的 而且你不知道要调整多久了 所以那个本来全球化就已经非常M型化了 可是这一个病毒让这个M型化更恶劣更扩大了 这个等于说呢 就是说因为各国呢 为什么股票涨这么高 就是各国都是纾困拿很多钱出来 但是说呢 很遗憾这个出钱的渠道和接钱的渠道是有限的 所以钱都留在有钱人的口袋里了 他们都没留下去 然后有钱人突然拿到更多钱 没有办法只能去投资 其实投资又赚了很多钱 那这个时候怎样把这个有钱人的钱拿来帮助穷人 这其实是政府要做的工作 当然说你强去增税这样是比较难的 比如说政府可以就是说 成立很多慈善基金 成立很多纾困的这个方法 让有钱人来赚钱 这有钱人其实他们良心也并不好受啊 这个时候呢 政府可以帮助做一些这方面的渠道 让他们更能够 就是政府不是强行的本作为税金给他抢过来 而是用各种用一种慈善或者一种中介的事情 政府可以很多事 让这些钱能够去帮助这些人 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学习外国的经验 对好 这个时候台湾可以学习外国的经验 那在下面一个 我再跟你调论 你是第一个在媒体上抛出川菜会的 而且呢 你抛出川菜会之后 台湾各界确实也有一些观察跟回想 那后疫情时代 疫情解封之后的蔡英文 要如何掌 应该说如何的去做一个经营 国内跟国际的政治 你还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等于说 关于蔡总统的形式风格呢 就是她是以不变应万变 是比较稳重的 基本上呢 就是说一直在 就是寻找机会 寻找机会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就这种形式风格的话 有的时候是很加分的 如果时机好的话 不能乱动吧 乱动的时候突破血流 而是找到机会 动一下 也许就能前进一大步 这个到现在为止 其实做得很好 就是因为这次疫情 使台湾的能见度空前的提高 因为现在美中的对立 使台湾中突然间 多了很多很多外交资源 但是说呢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还是怎么说呢 是别人的力量比较多 比如说台湾应该最积极 争取谋取自己的国际空间 但是现在呢 都是美国给你超前部署 对 对不对 美国先成立一个 什么台湾旅行法 或者再成立一个 什么台北法案 就是美国先跑到前面 等你过来 然后蔡英文在漫游又走过去 走过去 这个时候呢 重要的是不能靠别人 什么时候还要靠自己 那所以说呢 我觉得不是每次 别人都给你准备好 所以说呢 这些时候呢 有的时候应该更积极的时候 这个时候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对 就是蔡英文对于国际 对于台湾的 这个在国际上各种角色 跟各种地位 跟各种这一个政策 都应该更积极一点 更积极 对对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石板明福先生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跟粉丝朋友的收看 那年代向前看的网路独播版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 谢谢 谢谢